我们供佛是用什么东西来供呢? 都是在《佛说《余兰经》里面,释迦牟尼佛有解释了 那我们就是与这些供养生人的东西,食物,发的心就是我们要发菩提心 我们发的这个菩提心,我们供就是讲说我们供佛是为一切众生而成佛 一切诸佛明念众生 所以我们去看过去的佛,过去的菩萨,过去的上师他们怎么样去修,他们怎么样去供 都是以这个菩提心为根基,为根本 我们发这个菩提心都是为了一切众生 那我们怎么讲是为一切众生呢? 就是我们供佛,我们回向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 之后呢,回向给我们的祖先,给我们的冤亲在主 以这个方式来讲,用这个心态来做,这个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 因为所有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都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能够为他们来造这个福报福田,来回向给他们 这个人,这个就是功德无量 这个就是功德无量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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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